我們看到這一位 這是歐盟的情報 跟情勢分析中心的主任 莫加多 原本傳出他要訪台 但是現在卻疑似是因為 消息走漏給了中國大陸 所以在北京疑似 有施壓的情況之下 他現在取消的行程 楊老師 所以歐洲方面 現在也針對在台海這一塊 他們已經開始有所準備了 這個新聞他報導的重點是 歐盟內部人會有洩密 第二個 中國大陸的施壓 還真的有用 這個莫加多就取消 那他想要把他解釋說 本來是要打電話 結果連電話也沒打 所以 但是呢 這裡面同時一個時間 有一個新聞 就路透社跟美國之音 都報導出來 我們的駐美代表蕭美琴 在這個雙向元 宴請了30個國家的60個議員 那那個就是議員去華盛頓 去召開美國的 佛里達州的這個盧比奧參議員 召開一個叫做 有一點是反華聯盟議員的 這種會議 然後蕭美琴 就是在某種程度 說服他們 後來報導上 使說臺灣在說服歐盟制裁中國 那當然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到達這種程度 我們不確定 可是他這個內容是顯現出 我們臺灣事實上 也在外交上做了這個努力 因此我們剛剛提到那個臺灣政策法 對 看起來像是支持臺灣 強化軍事 是的 它的內容是這樣子 可是呢 在現代的中美對抗的情況之下 特別針對大家 第一猶新的這個臺灣議題 就是那個軍演 某種程度也在挑釁中國 那是不是加速的軍事可能的活動 我覺得這個其實站在臺灣的 和平管理的這樣一個立場 我們一定要自己謹慎 特別政治如果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是單純就是說 我們的國際空間擴大了 我們美國來我們支持了 但是你招致的對方 可能採取更強力的 武力的這些動作 兩岸的經貿是不是會受挫 那未來11月15號 16號 習近平跟拜登會不會真的見面 這個接下來一連串 都會受到很深刻的影響